有段時間沒來倫敦了 在讀碩士的那一年 倫敦乃至於整個英國對我來說就像家一樣 而經過這麼多年因為工作的關係 再次來到倫敦 完成任務的同時也希望看看這段時間 這個曾經熟悉的城市有著什麼樣的改變 OK那我們現在就已經到英國倫敦了 那這一次總共會在倫敦有大概四五天左右 那為什麼會突然有這個機會來倫敦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七月多的時候 有接了一個案子 然後這個客戶呢它是英國的氣泡茶品牌 那這個氣泡茶品牌它其實算是蠻高端的 就是通常都會在那些最高級的百貨 精品的百貨或是無星級飯店裡面去做販售 然後一罐可能大概750ml的這個氣泡茶台幣會賣 可能大概四千多塊左右 這個牌子叫做塞球 然後因為他們合作的是台灣花蓮的茶葉 那所以就有這個機會認識了花蓮的茶農叫做林俊傑 然後因為他們剛好又要來英國這邊領獎 這個獎也是叫做Great Taste 有點像是英國這邊的米其林吧 那他們已經連軍三年都有得到獎 所以這次就有這個機會可能跟著他們來幫他們做翻譯 然後順便也記錄一下這次來英國的這些過程吧 抵達倫敦的隔天我們去了一些著名的地標 不同的博物館和教堂 而塞球的查理和納特里也抽空帶我們去吃了道地的sunday roast 記得以前在英國最期待星期天能去餐廳吃一份sunday roast 我們剛剛一早就來這個地方叫做Royal Exchange 就是一個皇家交易所 那因為來英國喝茶這個體驗也是必須的 然後所以就想說來這邊喝一下這個Fortune Amazing 然後因為俊傑跟他媽媽就算是茶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等一下問一下可能這個茶怎麼樣 然後還有來這邊喝茶的整個體驗是如何 一進到這個展廳教育所這邊我覺得就很高級 因為沒有穿個西裝打領帶進來好像不太搭這樣子 對因為我們之前喝到的都是有點像加乾燥花片 或者是果乾的果乾茶 所以他們就有點脫離了 本身是茶的本質的茶葉 那他這個就只有茶葉的紅茶 所以他這個茶在這裡喝到 我算是覺得在英國喝到算好喝的 很快的來到金插獎頒獎的日子 我們在上午先去拜訪了另外一個英國的客戶 也和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的大使碰面 那現在就是要準備去這個金插獎的領獎的會場 怎麼樣 就是參賽者現在有什麼樣的感覺 會緊張嗎 會緊張啊 會緊張啊 但是我第一次坐到這個在英國的計程車 很寬敞 然後又有大天窗 對 好像這個整個車其實 這是透明的 外面看起來有點復古 可是在裡面還是滿現代的感覺 滿現代新潮 對啊 然後旁邊都可以直接刷卡這樣付錢 對 剛才有沒有看到可以刷卡 對 英國美食大賞 Great Taste Awards 每年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音品 今年更是有超過115個國家 和13000多件的產品參賽 而連續兩年獲辦三星的林俊傑茶園 除了已經獲得了國際上高規格的認證和肯定 也有機會在這個晚上贏下最高級別的獎項 金茶獎 千萬一獎項 也有其他人獲得 最多的獎項 也有其他人獲得 超過一天獎項 也有其他人獲得 Jungji Lin Ti-Karshan 呼呼 哨名的那一刻知道來自台灣花蓮的林俊傑茶園 就是2024金叉獎的得主 真的是特別令人興奮和激動 林俊傑為了產品所付出的努力 帶著媽媽、帶著茶葉、飛了超過一萬公里 站在世界的舞台並脫穎而出 這真是一個特別又美妙的夜晚 能隨行的記錄這一切 我覺得非常的榮幸也為他們感到驕傲 在我看來台灣的農產品一直都有著很優秀的品質 而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和國際舞台接軌的機會 也希望在林俊傑茶園開創出新的格局之後 我們會繼續看到更多的台灣在地農產品 在國際上發揚廣大 到我都不及去做甚麼 三千元 海又是獨立的 在國際上發揚都會有成的